這個...這個話的問題是這樣子 有一位...有一位朋友 他...之前跟人家合夥 開公司 但是現在問題是那個合夥人 有點想要利用一些外在的一些條件因素 想要...原本只是單純幫忙做業務 但他現在想要進入經營防隊 拿到經營權 然後他就問我說到底該不該讓他進 然後所以後來我們就問說 所以你不是用數字化嗎 他的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所以後來我用的方法 比較用很像大眼睛數的方式去處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後來第二個問題很有趣 沒有想到第二個問題的本掛型呢 就是第一個問題的指掛 我們自己也覺得有點訝異 這...這就是說這是變的喔 所以所有的陰變陽陽變陰 就變成變化 這叫本掛 這叫直掛 如果這樣不熟悉的話 覺得你奇怪的話 這些咬得出來 這三個是...這四個是變化 都變過來就是變化 三則水 水必必變三則水 然後再來是變... 變折衛水 變成變化 對這個問題 因為他這個問題很複雜 所以牽涉到層面很廣 所以當時我跟他... 而且剛好這個朋友目前人在英國 然後他... 問這個問題其實... 他的問題... specific是怎麼問的 好...我先簡單講一下 他們的狀況是這樣子的 有三個... A...D...C... A是當事人 B...是合伙的夥伴 C...是金主 這兩個人... 當事人是我朋友 當事人是我朋友 然後他跟... 那個合伙人合作 開了一家類似投資公司 然後呢... 可是... 投資公司他們... 資金不足 他們找了一個金主 投錢進來 但是後來... 因為本來一開始 情況並不是很樂觀 可是後來沒有想到 A...他有他的人脈 去處理掉一些事情之後 他們的... 投資案順利過了 結果... 這個B... 他看... 這個情況不錯 他原本只是幫忙好業務 但是他後來覺得說 我要入股 我要參加他的經營 我要得到經營權 我要佔有那個經營權 所以他就拿... 一個理由說 C... 那個金主 現在臨時有狀況 要撤資 然後... 用這個理由 去威脅他說 如果你不讓我進入經營權的話 我不幫你處理這個測資的問題 他跟C... 有結盟嗎? 這兩個人... 其實坦白講... 這個C是他找來的 但是他們的關係並沒有那麼... 很強 如果他表面上講得這麼強 他等於是拿這個人當一個理由 然後去跟他了解說 你要讓我入股 有一部分的經營權這樣子 那後來我第一個問題 後來因為他討論的有點久 然後後來我跟他分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B... 他一開始... 他現在怎麼... 我們今天問說 這個B... 他怎麼看待現在的這個事業 這個合夥事業的心態 水利比... 代表... 他覺得一開始自己是比較小的國家 我們因為水利比是跟外交的結盟有關 小國跟大國結盟 那水利比代表 這個B一開始覺得自己是小國 我要找這個大國A結盟 但是... 實際上結盟之後 到現在的狀況變成三則筍 什麼意思? 這個結盟現在的狀況看起來有力了之後 我反而覺得我有損失 這個B覺得說 金主也是我找的啊 業務也是我找的啊 好像我付出比較多 然後可是為什麼結果 反而是我拿到的東西比較少 他覺得他自己有損失了 那... 他自己的心態是沒有變的 因為我們在解挂的時候 會講那個天地人味 這是天 這是地 這是人 人本身沒有變 人本身沒有變 三搖四搖沒有變 代表 這個B本身從一開始 他就是機會主力者 他一開始就是機會主力者 他就是把沒有利益 就往哪邊倒 那一開始呢 天跟地 其實對 B來說都不是有利益的情況 所以他會覺得我是小國 所以才要去旺人家身上考 但是現在情況好轉之後 變成說金主也要跟B連結 業務也跟B連結之後 也... 來一個單也跟B連結之後 他開始覺得這個對他來說 我有利益 我跟你合作 反而變成我不利 好像我付出比較多 得到比較少 他的心態就有這樣的轉變 等於是說外在的大環境 轉換之後 他的心態就跟著不一樣 這是第一個 後來第二個問題 我就問他說 那因為... 因為我朋友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要跟這個B溝通 談判 談到他願意放棄掉入骨的這個想法 那後來我們這種 我們在洗一個掛 那在洗一個掛還是四搖洞 但是這四搖洞 從原本的三者損 變成哲雷損 就是... 這個... 當時這個三者損就變成是... 因為談判的人是誰? 是A 所以這個三者損是我 我這個朋友他自己的心態 他必須有一個心態準備 是我一定會有所讓利 有損而後有得 那... 有損 所以... 但是後來折雷水是說 要順著對方的 對方想要什麼 我可以給他一部分 但最重要的東西不能給 那後來我就跟對方溝通說 你可以說 我可以多給你一些業績獎金 或者是幹什麼的 但是... 競選這個區塊 股權這個區塊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給出去 然後呢 還有包含就是說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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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二四五六搖 二四五六搖 這四個搖的變動 去看 就是說 其實... 這個部分是 摺 是對望 是利益 三是更望 是持 有持的意思 其實也就是代表 我朋友必須要 對自己的利益有所評估分析 而對方 他是會觀望的 也就是意思說 對方地不是真的那麼硬 然後變到... 所以上下化變成是自己跟對方 對 這個是自己 這個是... 這個是當事人 這個是外在對應的那個人 對 然後變過來之後 變成雷跟摺 那變到這邊的時候 變成說 我必須讓對方有所利益 有所得利 對 有所獲 但是這個摺雷水的雷 是正卦 正卦在代表 我要有我的強勢 有我的主導 那個... 那個power存在 後來我就跟他說 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可以用半恐嚇的方式 但是怎麼恐嚇 就是跟他說 合則兩利 分則兩害 你現在硬要跟我鬧這些東西 其實對你... 對我都沒有好處 如果我們一起合作 我可以多給你一些業績獎金 也... 許多的激勵獎金 每方面的 然後... 但是... 你... 因為他對方就說 他現在對方這個人要... 那個... 撤資嘛 然後... B就跟A說 欸... 你要去先讓他撤資 然後我再說服他從另外一個管道 一樣的... 那個... 投資下來 那... 我就直接跟我朋友講說 那你就直接跟他說 你讓他撤資 再叫他... 再說服他再投資進來 你為什麼不要直接 叫他現在不要撤人就好 所以其實到最後就是我們在... 因為一開始要弄清楚的是 對方的心態 所以才第一個 哇...先去問對方的現在 看待現在這個事業的心態是什麼 那我們弄懂了心態之後 我才有辦法 輕一步去看 怎樣去處理它 所以你問的時候 你的主體 就是你可以幫 以別人的... 某一個人的角度 Point of B 所以我目數 英文的話就是Point of B 所以第一個你的Point of B 是對方 對 這個B 這個是A的Point of B 對 OK 好 理論上其實 閻哥講起來 我們在問話的時候 盡可能都是針對 當然... 當事... 當事人... 但是有些時候會情況碰到 我們必須弄清楚 關係人的一些想法或心態 當然... 當然這個關係人 如果跟這個當事人 有很強烈的連結的時候 在所謂命理學上來講 他的氣場有所呼應 也是可以問得到 對 但是今天我沒有辦法 就是從命理學上去講 我就比較沒有辦法去問說 路邊阿花阿葡 跟我有什麼樣的關聯 會連結性比較多 嘿 那所以... 像這個部分 因為他的問題比較複雜 所以我那個時候 起掛的時候 我沒有用 一般的美化液的方式起掛 那我那時候是用兩... 請他用兩枚銅錢 齁...用兩枚銅錢 然後植六字 然後植六字就會得到 我那時候 植六字就會有這樣的結果 他是這樣子 還是 這樣子 還是 這樣子 你一次的兩枚 還是得... 還是得... 欸 少一 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 老陽 兩枚銅錢 少陽 六次是不是 對 十二 然後這個是老陰 十八初一 少陰 少陰 用這個方式去... 取... 這... 六個 搖 然後其中老陽要變 老陰也要變 少陽少陰不用變 用這個方式去取 因為這樣子的取法就會比較... 會出現到... 你老陽變式 通通都變嗎 沒有 好 比如說他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直... 直掛 嗯 第一... 他... 第一個掛直六次嘛 這一個第一搖 用老陰 第一個搖是得老陰 哦 第二個搖得老陰 第三個搖 所以還是得一個搖 還是得一個搖 這兩個是變的 對 只是用那個方式去判斷這個搖 要不要變 所以老陰少陰都想是陰陽 對 老陰少陰是陰陽 但是老陰要變 老陰要變 這樣子 對 好 原來 謝謝 這個... 有機會再請 對龍幫我們這個... 介紹一下 就是...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就是... 你看你的興趣 那這個東西 我... 不是警告大家 就是說... 你一鑽進去 可能又花很多時間 意理也就花很多時間 那也是要看興趣 那... 這東西變成是信不信有意 但是... 到底有沒有用 其實你可以去驗證 就是你找一些... 自己的身邊的事 又可以驗證的事情 你就去補一補 但是... 就是... 如果都不準 那就... forget about it 那如果說準 那你再慢慢去 但是... 也不必每次都補 就是... 如果以補事去學 可能你的性質 會比較高我們 OK 我們時間關係 那個... Timmy... 好... 要不要再... 下一次享受 下午半就了吧 我們先... 先說隔兩個禮拜 好嗎 好不好 你那時候會回來 我再跟你講 我們再商量時間 預計... 兩天百禮拜 好不好 繼續 那哪一個話我們再公布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學喜利 好 我們跟那個... 聽得好 就是... 跟天明老師敬禮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